卢秀燕女士回答 各位亲爱的市民朋友 这几天联合国全球气候会议 也就是COP27 正在埃及举行 在这个会议当中 有组织公布 全世界五大罪赃的污染源 台中的中火排名全名 全世界第19名 这个中火脏到 在全世界最脏的污染源里面 排名第19 中国为什么脏 因为它十部的燃气 十部的机组 全部是烧煤 没有一部烧燃气 也没有其他的能源 十部机组全部烧煤 我们平常叫市民朋友中秋节 那不要随便烤肉 以免制造空污 但是政府一年到头 却用大量燃煤的方式 在发电 固然我们说台中的民众 牺牲我们自己健康 提供了国家的能源发展 但是这种发电方式好吗 这种方式对中部人公平吗 那么也因此 全世界的潮流 包括中部地区的民众 都希望能够撤除燃煤机组 但是中部地区的民众 包括我在内 我们也是理性的 我们了解能源重要 环保重要 两者不可偏废 也因此我们容许 先增加燃气机组 但是燃气机组增加以后 燃煤机组就要拆除 燃气机组 它一部的功率 它发电量跟它的污染量 是等于两部的燃煤机组 所以照理说 那你增加了两部燃气机组 那你就应该拆除 四部的燃煤机组 因为你的发电功量更大 但是你的污染会减少 那也因此 中火跟经济部 他们决定要增设 两部燃气机组的时候 我们可以接受 我们要谈的是什么 我也希望蔡副院长 清楚我的问题 我们希望增加燃气机组之后 燃煤一定要退场 要拆除 保证要拆除 不可以留下备用 那经过讨论以后 要不是我们距离力争 中央会同意吗 它原来的是说 十部机组全部保留 然后再增加燃气机组 那这样子的话 到时候台中市的机组 不是只有十部 越来越多 我们不只是台湾最大的发电厂 我们也会变成全世界 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经过距离力争 然后经济部的王美护卫部长 也明理 他听懂我们的话了 他也接受了 所以他已经允诺 2027年 也就是大概五年之后 这两部燃气机组装好以后 要拆除两部的燃煤机组 数字也许我们并不够满意 但是只要能够拆除 对我们做保证 那就是国家能源真正在转型 蔡副院长贵为立法院副院长之后 很少提案 但是他最近他之前提的一个案子 媒体大幅的报道 这个报道是什么呢 是说2035年以前 中火的十部燃煤机组 统统不可以拆 今天王美护卫部长已经答应我们 在2027年可以拆 拆两部燃煤机组 以后呢 是燃气的增加 在逐年的泰煤 就是把煤电给拆除 可是蔡副院长副院长这个法案 却说在2035年以后 要到十几年以后 才能够 注意哦 蔡副院长选择了一个 非常的特别的字 他说用除意 不是拆除 他说要除意备用 换句话说 即使到了2035年以后 增加了十部燃气机组 原来的十部燃煤机组 也不可以拆 通通要留下 用一个名词 叫做除意 让你休息一下 除意备用 但是不拆除 到了2035年 台中市的中火 变成20部机组 十部原来的燃煤机组 通通在 又增加了十部燃气机组 可是卢秀燕 守护我们台中 据理力争 也因此 2027年就在五年之后 两部燃煤燃气机组 增加以后 两部的燃煤机组 就会拆除 以后依此类推 这个就是真正的守护台中 谢谢 请欢迎讯序第三位